船头三把网的教程 就是船头上打三把网 如果要这个网大又重的话 有可能那两只手打的话 两把网有可能费力 但三把网呢 能轻巧一些 怎么样打呢 我今天给朋友们交流一下 那这样哈 咱先离我哈 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这个网吧 六米来高 也算一个船网吧 就这样哈 和你的脸部差不多高 左手就可以 然后把这个网呢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个 把这个罪的 具有的整理好 不要让它压在一起乱套 然后从里边 从里边 扯起四五个兜来 先扯起四五个兜 开门 四五个兜 五六个兜都行 然后就等于开了一个网门 开开门 开开门 夹在四指和中指的中间 这样呢 一会儿 这个网要甩下来 甩下来的时候 不至于把所有的网都拿下来 这样呢 夹在这个中间 然后呢 离网的时候呢 跟平常的两把网离网一样 就从膝外的位置 慢慢的往鞋上方 越往后 捡网越高一点 就这样捡一个鞋面 捡起来以后 现在一直捡到最后 捡到这样的时候 就不捡了 不用捡了 然后把左手上的 你看 左手上的这个网 可以摔在船帮上 我现在假设就在船壁这 然后呢 中手再拿起五六个 六七个兜来 就可以了 五六个六七个兜来 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看 现在呢 就这样分开 分开以后呢 把这个右手上的网 还是搭在左手上 这一个罪的呢 就踢在 就踢在那个船头 下边 或者是船头间 船头那个地方就可以了 打的时候呢 看看 假设感现在就在船头上 就像打的时候 就这样 轻轻的 你还是 我左边一摆动 让它一拉上面 走 哇 就这样就往这打开了 这种打法吧 它非常容易打开 你还不用费太大的力量 因为啥吧 三把的话 就等于 力量分散到三个地方 这样呢 能轻巧 喜欢的 给个装机 加个关注 以后持续给大家交流 好